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底才搬到新屋短短2个月,已经订了4次东西了 如果还没在iHerb买过东西,可以看看这一段 可以进去iHerb的网站,或者像我那样,用APP卡进去,买东西非常方便 里面的分类有很多,有4000个品牌和5万件产品 买满300元就免运费送到家,真的很适合我新屋这边不是经常出街买东西的人 只要注册了,买东西,就可以看到购买纪录,方便找到用过又好用的东西再次买 搬来后,经常找些清洁用品,这里就会因应你搜寻过的产品 然后就会推荐一些差不多的东西给你去看,里面有5万件产品真的有时间找 我都是靠它推荐的,找到好物再分享给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花太多时间,又想直接找些好用的产品 那就要看我这个真实用家的精华片了 记得给钱前输入折扣码,在购物车里拉到最底 就会看到输入折扣码的地方 还有这个双11限时5天的折扣码 最快我试过3天就收到货了 每度入秋干燥的天气,有几样东西我一定要转用的 第一样就是很适合秋冬用的沐浴露 里面主要的成分有山的乳木果油 另外加入椰子油和乳香 可以深层滋润干性的皮肤,濕疹干燥的皮肤就最适合用 淡淡的乳木果味和它都可以起泡 我最喜欢的就是用它洗完凉,立刻有滋润和很滑的感觉 现在洗完凉,不用塗body lotion都ok,再干燥些才塗 差不多用了一半,觉得这个牌子挺好用,立刻买多一枝 白色这枝就是唇初榨的椰子油 它这枝就加了椰奶和阿拉伯树胶 这两样东西就可以软化和修复肌肤 和它的质地比橙色的乳木果更加水壮 敏感肌好的慕浴露都起码过8元,这个折扣很抵用 冬天又是时候我要预防我对主腹手辣 这枝都是在iherd买的,已经用完了 最近就很喜欢用这种有乳香味的洗手液 在厨房我经常要洗手,尤其是碰完乳、山肉 用些有天然精油的,除了可以辟味 洗完手,问下去自己都觉得舒服,和最重要不会敏感 它这款脂出来就比较水壮,也可以起泡和清洁能力都ok 当然最重要洗完手不会干,阵阵的乳香味可以披走 碰完山肉或者乳这些怪味 如果煮腹手一起的时候,我就要用这款低敏的洗手液 它没有刺激性的香味,但它有写明可以去除鱼腥味和大蒜味 主要成份是椰子油和芦苇 敏感皮肤煮腹手都适合用,和用完之后手不会干 所以这两支是我秋冬必入的洗手好朋友 这支洗面膏又是用到差不多没了,都不记得和大家分享 里面有三重的透明质酸,维生素的B5 洗面同时可以做护肤,真是超棒 折了之后100元可以买到这个质素 CP值我真是给它爆分了 洗面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洗面膏真是很重要 它是有些海洋的味道,很容易起泡,洗得干净 洗完之后的臉,一点都不会抹紧 所以我已经入手买多一支了 洗完臉,接着就说这一支 有84%谷干甘态的爽肤水 针对暗沉、黑斑和脱水的皮肤 还有5种性态,可以减淡皱纹 用了一排,不过入盒给大家看看原装盒是怎样的 整支爽肤水是奶白色的,它是有少少香味 但敏感肌都用得 它有写是丝滑的爽肤水 感觉不是非常之患,不过肌肤就提亮了和均匀了 可以轻拍面部或者倒在化妆棉那里用 我就喜欢用化妆棉抹 因为真的可以抹到少少的脏东西出来,感觉干净些 爽肤水之后就说精华 它叫布丁精华,差不多都用了一半了,真是好用 整支精华占了73%是胶原蛋白 成份混合了2种胶原蛋白,8种透明质酸 擠出来的质地真是好像布丁那样 不是水状,摸上去,不会立即散开 擦上面它会很快吸收 擦完之后,你会立即见到面是发光发亮 看上去即时有水干肌的感觉 面水润量扎了很多 发觉这个牌子挺好用,所以立即入手了9号精华 它里面成份有性态 性态又称为涂抹型的浴毒钢菌 所以很多抗皱、紧致的护肤品都会加入性态 这个没用过,用过好用再分享给大家 这个牌子我买了3款不同的精华 这2款就1个用玻璃瓶,1个用胶瓶 维生素师用深色瓶装着就不怕氧化 夜晚我就喜欢用这支写着细胞清体的安瓶 有高浓度的烟灰氨和性态,可以美白抗皱 安瓶之后比精华的浓度更高 我买的时候特价折了130元,真是很抵用 它的成份完全适合我现在的熟灵肌 它的精华非常之浓厚 泵一下绝对足够搅面和搅脚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滋润,所以我会放在夜晚用 所以我完全不会省着用 泵多些,塗上脚,去脚纹先 还要浓度这么高,用倒入机 虽然要放很多下去用,但这么大支真的有时间用 每次都有些新的工具分享给大家 上次有个水晶的刮砂板,今次就是微鉗 我对上那支微鉗已经用了10年以上 搬家的时候不见了 直至在iHerb找到这支,是现在的代替品 iHerb的产品很多都是环保可分解 这个没有多余的包装,用一张纸摘成三角形 简单得来又可以包住微鉗 它是不瘦干,所以有些重量 一定要不瘦干才耐用 微鉗没什么要求,最重要就是夹到很小很幼的毛 最开心当然找得回之前用了十多年的微鉗的感觉 浴室用的个人清洁用品,大部分都是iHerb 有些是之前影片都分享过 现在说的就是这支洗头水和护发素 它是用黑比麻油去做,可以修复和增加头发的强硬 我自己就因为染过和漂过头发 就这样用这支洗头水洗完之后不用护发素都不会好强 我又给粉丝用,因为它是些天生钢鲜型头 发觉它用了之后,会像以前那样整天树起头发,和柔软了 这支护发素也是很好用 其实就这样用那支洗头水,头发都很滑 当然用了护发素,头发就更滑了 秋冬天天气干燥,头发都会容易打击 经常染发的我,这一套是我近期最喜欢的洗头护发素 厨房里,在iHerb买的东西都有很多 这是有机的柠檬皮,有少少酸味,有时会加些茶叶一起喝 我经常放在三文鱼和青鱼上 然后再加少少盐,两样调味料已经搞定 就这样放入气炸锅焗炉就可以了 如果煎的话就最好拨一拨开柠檬皮 不拿走柠檬皮就很容易烧到黑色 不用特意切个柠檬,沾点柠檬汁了 现在都已经有少少柠檬的酸味 调味料我都在iHerb买很多 有些就不重复了,今次就说这支蜜糖芥末粉 它都写着最配合是鸡和猪 尤其是鸡真的可以煮很多东西 鸡扒、鸡翼、鸡软骨 简单的配料用盐、黑椒和这种芥末蜜糖粉 见到我用的盐和胡椒都是在iHerb买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配料放入气炸锅或者直接煎香去吃 所有粉状的调味料我都习惯放入冰箱 因为香港天气潮湿时冷时热 放在里面就不怕潮了 秋天怎少得蜜糖 这三样就是我入秋的三宝 首先就说了这盒小盒的袋装蜜糖 里面是独立的小包装 就方便去旅行或者带出街喝 我是买给粉丝包放在公司的 转天气喝极水喉咙还是很干 喝些蜜糖下去喉咙会舒服些 和即时有滋润的感觉 所以买好这些独立包装 放在office随时都拿来喝 够方便 它的味道和普通蜜糖没什么分别 这支蜜糖噴霧也是很好用 天气干醋喉咙就很容易干 痕 或者是有少少痛 喷入喉咙立刻可以做到舒缓 和它可以令到口气清新 少少甜 不会有什么怪味 如果喉咙不舒服 细细枝带出街都方便 喉咙肝又是最适合吃这些蜜糖糖 我自己就喜欢姜味 所以就选了柠檬姜 它这个糖的姜味都很重 有少少辣口 如果不喜欢吃姜味的 可以买去另一种蜜糖柠檬味 我这个就一盒15粒 我自己习惯就放几粒放手袋 最尴尬是乘搭车的时候 不是病 是喉咙肝在咳咳 每个人看着你的时候 有粒糖立刻舒缓一下喉咙 不用继续咳下去 没那么尴尬 这款细细盐 去旅行用的香薰蜡烛 对于我新造的家司很大帮助 用天然纯正的精油 100%植物芳香 过敏人士都适用 去所有精油的味道 我都觉得很清淡 很好闻 分衣草加铲味就很特别 我自己最喜欢紫色这罐分衣草味 这款铲和雪松的味道 带一点点甜 最正是用来放衣柜 而衣服都会有阵阵的天然精油味 我会放在芯盘下面这季 因为去水喉充在这季里 加上新季有一股木味 我全购这几款香薰蜡烛 用来披露了贵的味道 我的披露最强组合就是 这个橙和柠檬的精油 在iherc买的精油 买下买下已经买了很多不同的味道 这个转角位做了拉腩的贵 不知为什么有很贵的味道 我要靠这支柠檬的精油才可以披露了这种味道 而放在厕所的我就最喜欢橙的这种精油 阵阵的橙香味非常舒服提神 新屋这边我就买了这两款清洁用品 都用了一段时间发觉很好用 所以都分享给大家 浴室清洁剂这支这么大支650ml 都是卖42元非常抵用 有折的时候折了30元左右 就可以买到一支天然成份 还有我最爱的茶树油味 有些清洁剂我是用不到的 一喷出来非常刺鼻 和我会立刻咳 所以一支天然成份的清洁剂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其实洗手盘很骚髒 用它抹完之后 整个厕所都有阵阵的茶树味 它不会很浓烈的 连轻微的水垢都可以抹掉 它可以洗瓷砖玻璃和浴缸 脊肝里面瓷砖的 就最容易发毛和黄 我都会有空用它来 就这样噴一噴的瓷砖位 这样还可以减慢它发黄发毛 用了它之后 都不用每个星期做个大清洁 有空就用它去噴一下水垢 不用積得那么埋 抹得那么辛苦 还有发现我是用来噴蚂蚁 因为它们是怕茶树的味道 所以我都到处噴一下这些茶树的味道 让蚂蚁不要到处爛 这一枝是噴在布上 可以去除异味用的 它是有分衣草和香草的香味 有时沙白得久 有股怪味 又或者像我那样吸了新的衣柜味 又或者一些不可以常常洗的衣服 用它来噴一噴 一定不是假的味道 非常天然 少少甜味因为有蕴梨腩味 我还会用它来噴地汤 或者这个吸塵拖地基的布 因为有时洗了也是有股味 尤其潮湿的天气 噴一噴 立刻散发阵阵的薰衣草味 其实在iHerb买得最多的就是护肤品 最近还试过铸养清洁面膜 它会吐很多泡出来 用多几次好用的再分享给大家 如果一集只说护肤品 大家有没有兴趣? 留言告诉我 看了这么多产品 觉得有什么适用 记得买东西的时候输入今次这条影片的优惠码 我的频道每个星期都有新影片推出 按下订阅键就不会错过了 多谢大家收看 和留言、赞好、分享、订阅 今集分享片到此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